变态屠夫喜欢吃人肉 专挑性感美丽的少女下手 他将抓来的少女用铁钩挂起 像烤乳猪一样推进烧烤炉 随着开关的启动 烤炉内升起熊熊烈火 屠夫无情地关上铁门 等待香喷喷地烤肉出锅 吃饱喝足后 他开始寻找猎物 看到路边荡秋千的小男孩 屠夫三言两语把他拐走了 此时男孩的母亲正在向朋友诉说着男孩的病情 原来男孩天生没有痛觉 看了很多医生也无济于事 而男孩已经被屠夫带回了屠宰场 屠夫拿起一把锋利的杀猪刀 在男孩脸上划了一刀 男孩因为没有痛觉 所以没有大喊大叫 屠夫便认为男孩是个可诉之才 准备培养他当自己的接班人 这天屠夫出门寻找猎物 他来到停车场 故意开车挡住要离开的女孩 女孩刚要上前理论 却被屠夫一拳打云在地 屠夫将女孩带回屠宰场吊起来 他想让男孩练练手 男孩被吓得撒腿就跑 可惜弱小的孩子哪能跑得掉 很快就被屠夫抓了回来 屠夫在他胳膊上划了一刀 作为他不听话的惩罚 男孩感觉不到疼 只是默然地看着 屠夫离开后 被抓的女孩想他求救 善良的男孩帮他割开了绳子 女孩慌不择路四处逃窜 不料正好撞见屠夫 屠夫一把将他打倒在地 将铁钩刺入女孩的大长腿 相对待身后般活动着铁轮 将女孩推入烤炉中 尽管女孩哭得撕心裂肺 也改变不了被烤熟的命运 变态的屠夫再次拿起杀猪刀 带着男孩搜向下一个猎物 变态屠夫要把拐来的男孩 培养成自己的接班人 可他还是个孩子 哪里敢杀人 屠夫明白一口吃不成胖子 于是想让男孩抱住女人的大腿 伴随着女人的惨叫声 男孩被温热的鲜血糊了一脸 为了锻炼男孩的胆量 屠夫将他按在满是鲜血的浴缸里 让他爱上血液的味道 然后又开始给男孩洗脑 说漂亮女孩的存在是邪恶的 我们只是在净化她们 单纯年幼的男孩眼神渐渐变了 这天和男友吵架的小美跑到郊外 路过一栋废弃厂房 看到了趴在窗户边的男孩 男孩见小美发现了自己 立即跑开了 小美觉得这么小的孩子 一个人在荒郊野外太危险了 于是连忙追了过去 很快他就找到了男孩 小美问他怎么一个人在这里 男孩一言不发再次跑开 小美就这样在男孩的引诱下 一步步走向了厂房的最深处 他看到了不满血迹的刀具 旁边放着一本日记 详细记录着女孩们被杀的过程 以及被做成食物后的口感 其中还夹洒着 从每个女孩身上留下的纪念品 小美一页一页地翻着 发现最后一页竟是男孩 他理所当然地把男孩当成了受害者 便决定将他救出去 小美四处找 终于找到了男孩 他温柔地对男孩说 自己一定会救他出去 这时 屠夫缓缓出现在他身后 屠夫一脸欣慰地夸赞男孩 另一边 小美的男友找上小美父母家 他以为两人吵架后小美回家了 三人这才发现小美失踪了 父亲焦急地出门寻找 路过废弃厂房时 他想起这里住着个孤僻的男人 他决定下去问一问 昏暗的房间里 女孩祈求屠夫放过自己 突然听到外面有人说话 他立即大声呼救 屋外的父亲听到了动静 大声呼喊自己的女儿 然而下一秒就被屠夫一枪打倒 愤怒的屠夫将小美关进冷库中 动得瑟瑟发抖的小美看到一块白布 想要拿起屈暖 却发现里面盖着一具尸体 他吓得用力拍门求救 门外的男孩面无表情地看着他 然后默不作声地走开了 此时小美的男友找到父亲 他看到了小美父亲的车 为了不麻烦警察 他只身一人走进屠宰场 并且在地下室成功找到小美 他拿起铁棍疯狂砸锁 完全没注意屠夫走到了身后 小美拼命想要提醒 可惜为时已晚 小美眼看着男友被拍成了肉酱 屠夫走后 小美用铁棍成功撬开门锁 刚跑到楼上就发现了男孩 小美想也不想抱起男孩一起逃 另一边的屠夫为了斩草出根 开着小美父亲的车直奔小美家 小美的母亲毫无防备 被屠夫一刀解决了 小美的妹妹被吓得躲进了楼上房间 回到家的小美看到了母亲的尸体 此时屠夫正在楼上 准备杀了小美的妹妹 关键时刻 小美从背后捅了屠夫一刀 屠夫亮相着跑到楼下 小美立即拿起电话准备报警 她突然发现了门上有血迹 她下意识地打开了门 下一秒就被一刀刺入身体 动手的竟然是男孩 她已经被屠夫洗脑成功 漠然的眼神中再也没有从前的光彩 接着男孩一把火烧了这栋房子 小美一家团面 男孩回到了屠宰场 看到奄奄一息的屠夫 她手起刀落将其大洗八块 用屠夫的肉饱餐了一顿 再把她骨头挂在墙上 现在的她已经变成了完美的屠夫几成人 然后再把她的屠夫几成人